Hello 我是Emma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如何在PPT中制作图像占比图 在工作的简报情境中 我们时常要呈现所谓的占比数据 一般常见的呈现方式 有圆柄图、环圈图等等 而除了这些常见的图表类型外 我们是否有其他呈现占比的方式呢? 在不少经典的资讯图表作品中 你可以看到作者会将数据加以形象化 让观众在第一眼就能充分掌握主题 以及项目的特性 而其中占比数据的形象化方式 常见的做法就是直接拿主题项目的图像 做成类似占比水位图 这样的做法形象化了原本呆板的数据 在视觉上也更加吸睛 这样的图像占比图该如何在PowerPoint中制作呢? 首先第一个方法是使用插入图表的方式制作 首先点选插入 选择图表 在图表选单中选择直挑图 按下确定 在跳出的Excel表中 把数列3以及类别2到4删除 留下两栏一列 在数列1的栏位固定填入数字1 在数列2的栏位填入占比数 比方说0.65 设定好数字后 我们该如何把图表的长条状换成icon图示呢? 首先先准备好一个灰阶颜色 以及一个占比颜色的icon图示 点选灰阶图示 点按Ctrl-C将图示复制起来 回到图表 选择左侧的长条状 点按两下 在数列格式的填满 选择图片或材质填满 并且选择剪贴布 把刚刚复制的灰阶图示 贴到图表中 取代原本的左侧长条状 以此类推 我们一样将占比色的图示 Ctrl-C复制起来 回到图表 选择右侧的长条状 点按两下 一样在数列格式的填满 选择图片或材质填满 选择剪贴布 把刚刚复制的占比色图示 贴到图表中 贴上图示后 你会发现 占比色的图示 呈比例的变矮了 但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占比样式 我们要在下方的伸展 堆叠 堆叠且缩放的项目中 选择堆叠且缩放 点按下去 就会是我们想要的占比样式 接下来 我们要把图表中 多余的格线和标示去除掉 在图表右上角 有个加号的按钮 点开来 可以选择要呈现的图表项目 我们把所有的图表项目都勾掉 就可以消除图表中的格线和标示了 最后一步 我们要如何将分开的图示 重叠在一起呢 首先 点选整个图表 在数列选项 找到数列重叠 将数列重叠的数值 拉到100% 分开的图示 就能重叠在一起了 在这里 我们还可以微调 类别间距 调整图表的宽窄度 调整完后 我们就完成了图像占比图 如果你觉得上述的步骤太麻烦 这里教你另一个简单的方法 运用合并图案的方式 快速做到类似的效果 这该怎么做呢 首先 准备好灰阶以及占比颜色的图示 再插入 图案 选择矩形图案 拉出一个矩形 将矩形的下缘 对到我们想要的占比水位 接着 先点选icon图示 按住shift键 再连选矩形图案 在图形格式的合并图案 选择减去 就能快速做出部分占比的图示 最后将两个图示选取起来 在常用 排列的对齐 选择水平至中 就能快速的做到图像占比图的效果咯 虽然用第二种合并图案的方式 可以更快速的做到占比效果 但是在比例上 由于是人为测量 相对较不精准 且后续如果数据有更动的话 需要重新制作 如果你是使用第一种方式 制作图像占比图 则后续可以自由调整占比数据 更改数据时 只要点选整个图表 在图表设计 编辑数据中 的数列二栏位 更改占比数 即可得到更新的占比图表咯 在本期分享中 我们也准备了设定好的图表 PPT档 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中 你可以直接下载来使用 那以上 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下期分享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比较一大股的资讯栏中